而针对了爱新善款 现议员韩临梅则是认为 这里面有太多的政治算计 但这不是花莲县民知府 事实上还有许多的国际友人 对花莲县政府的支持 冲建之路相当漫长 也希望县政府团队打起精神 对于灾民的相关需求 能够清楚说明白 也给予正确的协助 现议员韩临梅直询时 对于这一次地震 花莲县爱新善款专户 命中似乎不买单 韩临梅认为网路上捐款 风向球背后似乎都有政治目的 她认为这绝非花莲之福 而目前花莲处在重建的路上 希望县政府团队打起精神 给予灾民最大协助 目前我们外界都在说 我们的善款进不来 我们重点善款进不来 有的时候是很多的一个政治 一个操作跟整个带风向 所以在这边我想透过这个大会 也特别让我们社会大众知道 其实有很多的国际友人 包括我们的日本 对我们花莲县政府 整个团队是非常支持的 我们也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政治口水 在这一次的伤害中去获得政治的利益 包含前些日子民进党 我们的立院党团有特别说到 说什么老天有眼 因为这一次0403的一个地震的问题 是因为老天有眼 这个是让我们花莲人非常非常的愤怒 那其实也针对了这一次0403 整个花莲县政府整个团队 包括我们的中央的预算 是不是有到位 或者是说我们的整个善款的运用的情况 以及我们对我们的受灾户的 整个救助的一个方案呢 请我们的县政府也能够 透过大会的时候呢 来跟我们所有的人民百姓 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让我们这个受灾的民众 也知道他们目前的这个权益在哪里 也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来 跟花莲县政府来做一个申请的部分 那同时呢 对未来我们的观光产业 能够带动花莲 这次受创之后呢 能不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经济环境 百公百业呢 都能够像以往一样呢 能够复苏 地震重创花莲百公百业 不过许多创业的年轻人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快速找回 以往的观光人潮 所以韩灵媒认为 花莲县大型的观光活动 一定要持续来办理 让花莲观光重返以往的荣景 记者综合报道